这个明星就是高伟光,不知道大家对他熟不熟悉,可能认识他的小伙伴们,对他的第一印象,就是在文小说《三生三世十米唐昏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里,他扮演的江华帝君那个角色吧? 他所扮演的功劳,且高伟的江华帝君,和独立日巴扮演的可傲娇嫩的白凤酒,成了电视剧中,除了迷你组之外最盛关注的一个人力VP,生了一大批粉丝,同时,也让他的人气有提高不少,其实很多人不知道,高伟光并不是特班出身,他小时候过的事和艺术、演艺圈,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, 从小时候受到的事和普通学生一样最正统的建议,考试、升学,甚至能上过任何兴趣班,初中时,身高已经超过了180厘米,也必然有想过去做模特货的人,在班派避小哥期间,因为他身最的武功,已经1米91的超高条身材,让他被心碳发觉,被带入模特界,凭借自己出色的条件, 会得某次模特大赛的第2名,在成为小有名气的男模的时候,就用了人生的思考,于是25岁的高伟光,重新参加高考,并选考入了中央戏剧学位,后来成功建立交型公司,凡是有了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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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蜜蜜�蜜蜜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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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����蜜������� 古剑旗�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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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�蜜蜜�蜜蜜蜜蜜�蜜蜜�蜜蜜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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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蜜��蜜��蜜�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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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盘中饰演用汉朔系的大叔隐心生 在三日关里扮演高娇明 在扶牢中扮演郑北远 不过 让他大红的还是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扮演的东华帝君 如今由他和迪丽热帮俗演 讲述关于东华帝君和奉走的三生三世整圣书 即将开播 反正小编已经帮好小板凳 做好重剧的准备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去带这对东奔CMG吗